洗头流打击是什么? 一种通过细致的观察和恰到好处的操作 收割队友打下残血的玩法 好吧,简单来说就是教大家如何高效抢人头 大家好,我是曲名女赛校外 这是一局王者27星排位赛 有很多小伙伴都在问我什么英雄好上分 说实话还没有王者的朋友 你用打击这个英雄 赛季末打到王者50星都是绰绰有余 当然还要排除英雄以及阵容克制的关系 记住一句话 当对面选米莱迪或者盾山的时候 千万不要玩打击 好了,进入游戏 前期无聊的对线期跳过 直接跟大家讲重点 四级赵云来支援 他大招一瞬间 我们二三技能帮他秒掉王朝君 这边跟大家强调一点 我们玩打击前期游走 一定要算好兵线的时间 很多人玩法师 前期会把自己的经济搞奔 尤其是打击 这个英雄强是强 但是短板非常明显 前期倾线速度太慢 所以很容易在抓人的过程中 会损失掉一波兵线 解决方法很简单 前期去边路抓人 不要浪费时间蹲草 交完一波技能 或者暴露了视野 立马回去清兵 还有一点忘了提 前期我们完全可以用 一三技能清线 过度相对弱势的前期 不要不舍得用大招 你不以最快的速度清完 你家打野就会来帮你清 你看这边一不留神 赵云就把我们线给吃了 现在很多打野都喜欢吃中路线 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就要用洗头流玩法了 既然兵线上获取不到经济 那我们就想办法 从志愿中获取经济 简称抢人头 这边观察到加罗 血量不健康 那我们直接闪现 月塔三二一技能 送他回家 前期的闪现 不要不舍得交 我们抓人时间有限 稍微浪费一点时间 中路线可能就要被吃了 打几是中后期英雄 如果前期发育不良 队友又不给力 中后期会非常难受 对面野区爆发团战 这时候就不要犯 强迫阵清线了 先支援帮队友打出优势再说 这边二三技能 算好血量 直接抢到人头 这一局队友还是比较好的 不会抱怨我抢人头 像我前几天玩诸葛亮 因为人头拿的太多了 就被队友给喷了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你完全可以跟他说 你前期吃了我那么多次兵线 为什么还要让我给你让人头呢 我相信这也是 很多法师玩家的心里话 玩这个游戏就是这样 抱怨不能让我们变强 我们要想办法 来弥补自己的损失 当个老好人 什么都给队友让 最后你战机差了 人家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那不就笑了吗 这边中奎勾中加罗一瞬间 二三技能送他回家 其实这一波也是有细节的 队友在附近断人 我们清线就要留个心眼 留着技能 相信中奎勾子 勾不中技能清兵去编路支援 勾中了一套技能直接秒掉 这边马可帮我们清中路线 我们从下路防御塔这边 避开猪八戒视野进草丛 猪八戒的炮车还没清完 肯定要犯强迫阵 清完现在回家 那我们一手三一技能 帮助孙策拿到人头 打几刷人的成功率 就取决于 你有没有暴露你的视野 如果不幸被发现了 要么就撤退去抓别的路 要么就换个阵地 绕一下继续抓 这一波来抓猪八戒 我们先不上等孙策先手 这一波我们技能交慢一点 先交一技能提前进入冷却 用二三技能打伤害 一方面是为了留一技能K头 另一方面就是猪八戒非常肉 我们打完一套 他完全可以把血再吸回来 这边钟葵又勾中加罗 我们只用大招就可以了 因为大招没有前摇 更容易K头 二技能还能防止对面来切我们 始终保证自身有技能 这边蹲草小秒王昭君 钟葵勾空 那我们等他们打的差不多了 大招直接带走猪八戒 这一波看着像抢人头 其实是为了蹲这个王昭君保护队友 很可惜他还是很谨慎的 还是同样的草丛 先等对面人都出来我们再上 这边本来想秒加罗 但是他队友会帮他分担大招伤害 那我就量了 我们先用二三技能秒掉猪八戒 留一技能打其余人 这边伤害差那么一点有点可惜 其实这几天我玩打几的时候 也经常会碰到队友看不起这个英雄 我觉得吧 没有最强的英雄只有最强的玩家 不能因为曾经被队友的打几坑过 就全盘否定这个英雄 当然不看阵容选英雄也非常可恶 我三天都在搬家 所以都是抽空玩打几 三天时间已经打到省级 下周会刷新 我能在赛季出王者二十多个星 用打击打出连胜 就证明这个英雄不弱 打法思路理清楚 上分还是很轻松的 操作越简单的英雄 对意识的要求就会很高 所以王者以下的朋友 要想短时间内提高自己的分段 还是需要练意识的 操作的话 分段上去了 打得多了都会有 但是意识并不是你打得多就能练出来的 钻石信耀打几千局 只能把你的钻石信耀意识更深蒂固 相反如果用这种简单的英雄 先把分给上去了 把意识提高到王者荣耀王者 那你再玩其他英雄上手就会很简单 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最讨厌队友下列哪种行为 一辅助直接出大辅助装 二打野吃三路线 三队友留技能抢人头 四队友单击不参团 听说点赞的朋友 今天打排位赛会十连胜哦 我的名言是狩猎心眼梦眼 装备急不直屈 回响帽子 法船杖 闲者之书 吸血书 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